嘉賢姐, 為什麼我們趕快走大運 來看地盤呢? 這裡以前是黃東戲院 以前有很多年輕人來這裡窮 我也和男朋友來這裡拍拖 拍拖 你們為什麼偷聽我說話? 我們沒有偷聽 我們在街上走過, 你在街上說 你不是故意偷聽嗎? 不過我聽到這裡的頭髮是否特別旺 好, 要請教晴晴師傅 其實北角區有一個尖山 現在就叫寶馬山 其實以前也叫飛鵝山 跟九龍的飛鵝山是一對的 原來這兩支都叫文不封 是屬於貪囊格局 所以在北角就專門 一些好的學校, 好的學生 以及一些文人雅士藝術家 好… 等一下, 不用說了 靖靖師傅, 我就知道 魏康、張愛玲那些 都好像是不過著過 因為我經常看他們的東西 所以很熟悉 你們提到幾位 除了藝術家或文人之外 其實很多報業都在這裡發展 包括星島、明報、雙報 甚至漫畫家, 黃玉郎、馬榮城 都在這裡發展 所以這地方暗藏了玄機 那… 那會不會真的來這裡拍拖 就會很幸運嗎? 我會選你 那這些就要拯救嘉燕姐了 嘉燕姐 我來過黃珠戲, 曾經過 很多大的團體 藝術家在這裡表演過 我們想去黃刀戲院那邊 畫面一下 好… 師傅, 那我們怎麼樣? 師傅, 我知道 黃刀戲院的正門也有東西看 我們去發掘一下 去發掘一下 師傅, 我們來到黃刀戲院的正門 我之前在網上看 門口是斜開的 當中是不是有一些玄機? 當然有玄機 門如果斜向, 就可以避去一些殺位 尤其是直路相對 或者門對門, 相衝的時候 很多時候風水格局 就會移斜門去遷就格局 這個在背後上 就會更加有利 但是斜門也有點奇 如果在東北和西南位置 東北叫神門, 西南叫鬼湖 如果這裡開斜門的話 很容易人們比較幻想特別多 容易紛亂 或者容易發惡夢, 胡思亂想 所以這個就要小心處理 師傅, 隱約看到建築物上的飛拱 從風水角度來說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這個飛拱形的建築 也可以叫做彩虹橋 通常我們算是圓為天 因為無邊無際, 所以是天圓 而方代表地 很多時候我們家居設計走廊位 很多人貪玩就要做圓拱門 原來圓拱門適宜做在花園 或者對外的門口 做在屋內反而會令家庭人口 最好就容易起紛爭 或者大家形成對立的現象 所以最好不要做拱門 但拱形, 如果這種建築是甚麼情況 原來拱形會幫助這個戲院 就像一張物件或煞器能夠反射 例如噪音 例如風水上的煞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凸鏡 因為建築一些不好的磁脈 或者惡煞 我們幫凸鏡 希望把它反射出去 這是外傳反射 但風水上亦覺得是反射禍害 如果我們要吸納福氣 或者好的事物 就會用凸鏡 因為把好的東西 據為己有的意思 圓形、一個彈形 引育了很多人才出來 很多手影、很多手演都會在這裡 例如大龍鳳劇團 麥炳榮、鳳王女 鄧麗君 鮮樂飄飄處處民 沙漠、蕭雄,全都在這裡 師傅,既然這裡這麼旺 不如叫街燕姐和燕姐 我們把旺氣帶給街坊,好嗎 好… 快點輕鬆… 快點輕鬆… 新鮮、新鮮 新鮮、新鮮 新鮮 雞燕姐 北角的街坊熱情嗎? 街坊很熱情 這裡住很多福建人 又叫小福建之情 很棒 師傅,既然是龍年 北角的地運又如何呢? 其實北角屬於港島的北面 榴槤北位剛好八百星道 八百是財星 財星旺到北角 北角今年應該財氣不錯 收到了 是呀 真的呀 不如我們趁現在分享福氣給大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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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樣子,對… 大展鴻圖 大展鴻圖 對,你們想問什麼? 你說什麼?讀書 讀書… 讀書你… 對,好 讀書你…勤勤嗎? 勤勤,也算勤勤 也算勤勤 也算勤勤 勤勤,領頭 勤勤勤 剛才拿全班第三名,所以… 好棒 你這麼聰明,可以再增強一點 風水原學上會說 每年榴槤飛升到哪個位 就叫文昌位 原來文昌四六剛才到西北位 最好在西北位置放文昌塔 水晶柱,放綠色的植物 甚至應四六的數 放四支富貴竹也可以 不過如果向西北 就會坐東南,就會跟病位連結 所以其實靠近西北就最好 最重要是自己都要勤勤讀書 知道嗎? 知道 看來這些小朋友讀書很厲害 好,在這裡捉 2024,風山水起 北角區有運行 太好了…